湖边草屋前 天蓝白云间 被大徒弟喊住的奇缘老道 刚刚落地 李长寿和蓝灵鹅立刻向前 拦住了师父的去路 这情形顿时让奇缘老道 想起了上次在单方的遭遇 老道下意识后退了半步 表情凝重地看着自己 这两个亲徒弟 你们两个又想做什么 师父 您放心 这次我跟师妹绝对不会迷于你 李长寿露出和善谦逊的微笑 蓝灵鹅则道 师父 这位师伯这么多年不给您消息 这几个月突然来了两次性 还约您见面 这是不是太 太突然了些 奇缘老道叹了口气 言道 你们师伯当年只是弃我不行 李长寿盲道 师父 男人切不可说不行这两个字 奇缘不明所以 一旁的灵鹅瞟了眼师兄 笑得意味深长 且羞怯 李长寿又道 师父 我们这位师伯也是小穷风一脉 他若要见您 为何不回来门内 师伯当年外出时并未成仙 用的理由 是去找外出游历的师祖 但尽千年未还 按门规 当以叛师门论 师父 您如果贸然去找这位师伯 对门内又该如何交代 若门内长老问起 师父您如何才能答得问心无愧 奇缘老道顿时皱眉思索 抓着浮沉 背负双手 在湖边草地上来回踱步 一旁灵鹅偷偷给李长寿 竖了下大拇指 李长寿只是低眉顺眼 并未多说什么 李长寿也知道 自己偶尔也会有一点点 考虑事情太复杂 想太多的毛病 但考虑得多 总比不考虑要强 何况师父的这件事 确实处处透着蹊跷 虽然刚说了 不会迷晕师父 但若自己口头说服不了 那弄个迷阵什么的 也不算失言吗 李长寿刚要继续以李服尸 就听师父叹道 也是这般道理 你们师伯当年一走了之 门内已将他在弟子部除名 奇缘看着李长寿 虽然有些难以启齿 但还是问了句 长寿 你说该如何做 李长寿施展传生之法 言道 师父不如修书一封 告诉弟子 你们相约见面之地 弟子用指人 替师父送这封信过去 就如 此前弟子外出采买草药那般 师父您也见过的 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只站在自身的角度上 看待此事 师父您可在信中 先劝师伯回门内认错 咱们门规虽严 但处罚却都不是太严厉 顶多就是闭门撕过千年 师父您看 是否是这般道理 奇缘沉音不语 已是有所异动 李长寿又对灵娥传声 告诉灵娥该说什么 两人左一句右一句 唱起了双簧 不多时 奇缘老道点点头 也算被两人说服 老道匆忙回了屋内 用传信御符写了一封书信 又反复修改 斟酌此句 前后忙碌两个时辰 才将传信御符 郑重地交给了李长寿 你可别偷看 师父您放心 李长寿笑道 您写的时候 弟子已经看完了 你 玩笑 玩笑 师父您别见 早晚要被你们两个 弃出心魔 随后 奇缘老道又说了 这次相约的地点 南州俗市 东海之兵 一座名为 林东的凡尘大城 约定的时间 是在两个月后 在大城的东面城头 两人相约西洋后 李长寿叮嘱师父 这段时间 就在屋内修行 并加固了师父 草屋外围的阵法 隔绝外部探查 师兄 你要怎么做 林娥偷偷摸摸地 凑了上来 小声嘀咕了句 李长寿未多说什么 只是让她这段时间 不要乱走 我这两个月也不去单房 就在草屋中修行 李长寿目光 依然十分淡定 林娥理了理发烧 小声问 那 用我送指人出山门吗 也不用 李长寿看了眼 自家师妹 笑道 你倒是挺熟悉流程 安心修行 等你度过了成仙天节 再遇到这种事 我自会让你多参与一些 嗯 师兄放心 我会努力的 林娥顿时干尽失足地 答应了声 等李长寿回了 自己草屋中修行 她才回过神来 扶鹅轻盈 现在想被师兄 做法宝用 不要先人 修为起步了 小师叔真的是 带骗了师兄 对大小的认知 也拔告了师兄 对法宝人的需求门槛 心底正如此抱怨着 林娥突然听到 空中传来 由远而近的呼喊声 小林娥 林娥抬头看去 一道黑影 极快地扑来 她下意识扣住 两只玉瓶 但转念就想到 师兄就在身侧 断不会有外人 能偷袭小穷风 电光火时间 林娥再次抬头看了眼 完全不必看清 此人面容 单看一眼 对方那滔天的 罪恶 就知 这是自己心底 正抱怨的小师叔驾到 轻呼声中 林娥刚收起玉瓶 就被结结实实地 撞了个满怀 又被久久一把抱了起来 在原地转了几圈 两人在草屋前 一阵笑骂 师叔 你记得我好难受 哈哈哈哈 感受师叔对你的慈爱 关怀吧 小灵娥 师叔我错了 别挠我呀 师叔我错了 隔壁草屋 李长寿健壮 也露出少许微笑 但心底 也有些担心灵娥的修行 天天跟九九这般玩闹 修行之事不可避免要被耽误 这点倒是必须提醒他一下了 不多时 挨不住小师叔进宫的灵娥 只能将祸水东营 连喊师兄救命 九九顿时眼前一亮 哎 你师兄出关了 喊他过来 一起斗大神 我都半年没见到他了 李长寿无奈地摇摇头 漫步出了草屋 蒲团都还没雾热 灵娥草屋 很快热闹了起来 李长寿拿出两坛美酒 灵娥拿出了此前给师叔做的点心 三人拿着李长寿做的纸牌 一阵乱杀 一对真仙 哼哼 一对天仙 这局咱俩是小仙 师兄是大神 师叔你押我干啥 嗯 一时手痒 一时手痒 我觉得 你们还是认输吧 李长寿淡定地摇摇头 两张金仙牌都在我手里 你们还能翻身不成 灵娥立刻轻横了声 胡说 明明小金仙牌照 糟了 上当 久久抱着脚丫一阵大笑 差点就笑翻了过去 就你这样 还敢嘲讽本师叔 正此时 门外一个老道 晃晃悠悠地走来 正是奇缘 师父 奇缘师兄 三人刚要站起来 奇缘抬手 示意他们不必起身 你们玩你们玩 长寿 灵娥 陪好久久师妹 为师有事 要外出一趟 兰灵娥顿时眨了下眼 李长寿已起身 做了个道医 奇缘白白手 笑呵呵地驾云而起 朝着山门方向飞去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兰灵娥对李长寿 眨了下眼 李长寿微微一笑 招呼他们两人继续打牌 久久顿时得意洋洋 听见没有 你们师父让你们 赔好本师叔 快 好酒好菜伺候着 打牌的时候让着我点 师兄妹各自轻笑 继续与久久玩乐 李长寿此时一心二用 却不影响他连战连胜 刚才的奇缘老道 自然是李长寿 用指导人假扮的 并经过了师父的同意 因此前连续多线操作指导人 这事一心二用 已经没什么负担 这边本体陪小师叔打牌说话 那边已轻松混出了山门 驾云朝着南方而去 片刻后 李长寿看了眼 这具师父模样的指导人 所带的侧感石 侧感石上闪烁着些许光芒 有一道仙石 持续探查着指导人 李长寿不动声色 继续向南飞 这句指导人的面容表情 顿时颇为复杂 有感慨 有急迫 也有少许 想见不敢见的切弱 简直比师父 更像师父 那道仙石 一直追出了四百多里 随后便渐渐衰弱 虽然不知暗中探查者是谁 但对方的修为 如果依据这般情形推断 可能是在真仙境中期 倒是跟自己此前的猜测 互相印证 不过这也只是猜测罢了 李长寿不会凭此做什么判断 得知的信息 始终有些太少 师父的着仙气息 其实很难模拟 难就难在那几分灼气 李长寿也是想了个歪主意 拿了师父 那把经常用来承接弟子的浮沉 收敛起了指导人自身大半气息 以此以假乱真 这浮沉 李长寿准备回来时 帮师父换一把毛 更柔软的 离山过千里 渠道往南周 飞鸟云清晰 笑我多烦忧 这局扮成师父模样的指导人 正自欲空 李长寿的仙石 在东面三百里外 发现了一朵白云 云上有几道渡仙门的仙人 却是外出办事回返的酒屋 酒师 以及其他两位门内直士 酒屋也发现了奇缘的身形 这矮道人面露担忧之色 对一旁的酒师说了些什么 随后便让三人先行回山门 自己驾云拐了个弯 追向了此处 然而 酒屋并未直接向前 大大方方地跟在三百里之外 用仙石锁定在了奇缘身上 想看奇缘要去做什么 李长寿 酒屋师伯末不是 把师父当奸细了 自己现在办的是师父 师父的仙石探查范围 肯定发现不了酒屋师伯 李长寿稍作思索 也不去多管酒屋师伯 任由他跟着 一边陪着酒酒师叔聊天玩乐 一边控制指导人 驾云朝南州慢慢飞去 酒屋倒是耐性十足 一直保持着三百里的距离 时不时地摸着下巴 思量着什么 这一根 就是半个月 李长寿甚至有些怀疑 酒屋师伯会不会跟师父的仇敌有关 但仔细思量 酒屋师伯只是偶遇 且与师父全无交集 两人也打过几次照面 没有任何一样 这般走走停停 齐员提前一个半月 抵达了和他师姐的相约之地 位于东海之冰 南州东北的临东城 化作异常见的游方老道 直到人端着浮尘 皱着眉头 从城门混入了这座大城中 酒屋却是落在城外 在那一阵挠头 显然是对这位师弟的行踪 颇感奇怪 该不会 是跟门内上次的大姐有关 又是长寿师职的师父 平道也不能不管 酒屋心底刚起了这念头 先时就捕捉到 刚刚入城的奇缘师弟 就被另一名身穿道袍的老道迎住 低声说了句什么 有问题 果然有问题 酒屋当下隐秘气息 朝着大城暗中摸去 想要仔细调查一番 这位矮道人 自然是误会了 刚才李长寿的指道人入城时 那名身穿道袍 修为在化神镜的老道 静止迎了上来 并非是跟他接头的 也不是言说晚江雨之事 这老道面容端正 气息平和 凑钱之后 先拱手行礼 随后就是一句 道友 你听过南海海神教吗 通常ожу 踪银字儿 踪银字童 墓地 这个 直不得儿 决定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